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小节 阿里用的安全体系和溶动盖揽 前面我们讲到了阿里用整个互联网的安全形式 及常见的威胁 我们发现这个互联网的形式其实不乐观的 那么如何去防范 阿里用是如何解决这些安全风险的 整个这张图构成阿里用的安全体系 左边这个竖条是用安全的一个用影 用安全体系然后加上用影 其次是技术家管理的一个矩正式的维度 然后一起解决这个用安全的问题 然后最右边是我们应该是关心的几个层级 一个是网络层的安全 主机层安全 应用层安全和数据安全 这是我们从几个维度 是个维度去关心的网络问题 然后对应的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然后最下面底层黄色的底座 相当于是阿里用负责的整个 用计算技术设施 包括我们的安全用围和用操作系统的安全 阿里用的帮助客户已经完全解决到的底层问题 一块块来看 首先看底层 整个在阿里用的安全 这个用为非常关键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所有的威胁是来自于外部 来自互联网 来自黑客的威胁 那么其实很多的安全问题 也会出自于公司的内部 公司的约工在不断的流动 有新约工进出 有部门的重组 其实内部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阿里用如何做到的 其实是安全用为 靠一个机制 比如说我们所有员工是统一账号来登录 那么有双因素认证 就是说不光是用户密码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K 技术来进行业证 也有收集号的业证码 然后呢 集中缺协管理 所有的员工的授权 是由统一的平台去授权 然后去去掉缺协 就是说我的授权和这个去掉缺协 我们是统一的集中管理 那么还有三权分立 就是我们的缺协的开发者 使用方 那么和真正的分配缺协的这个角色 都是不同的人去负责 那么有堡垒机 每个用户 每个员工去维护服务系的时候 通过堡垒机登录 那么堡垒机会留下 非常详细的日志来审计 那么通过管理手段去杜绝 那么整个的 整个这个威胁 这是安全用为方面 那从操作系统方面的 我们会进行了好多的多住户的隔离 漏洞的热修复 也就是说在修复漏洞的时候呢 不停机 还有还有杀箱 如果在有模拟环境去冶劣 我们整个的这个测试 安全的策略 入侵的防护 内核提权 防提权的一个策略 操作系统架构 操作系统架构也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防止或者降低 被黑核控制 甚至进去以后呢 获得超级用户的这么一个一个架构 首先是介绍漏洞 第二是不容易被获得超级官僚的决切 这是座上的安全 那么再往上 从网络主机应用的安全来说 我们首先从用产品角度 我们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我们从网络层面 我们做到防地址其大 就是防止MAC欺骗 VPC隔离 就是有专用网络 安全组防火墙 这个是在我们的eSize的产品里面 内置的一个软防火墙 主机安全 我们有多座户隔离 自动当机牵移和安全镜像 我们发布了很多的镜像 然后供客户直接去选择 那么整个在应用的开发过程中 我们忠询了 这个安全开发生命周期 SDL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开发的方法 就是我们从需求设计开始分析 就安全团队介入 然后去整个帮助这个团队分析 可能遇到哪些的威胁 然后从安全测试到夜收 一直到上窃 整个过程中都贯穿了 有安全团队的加入 确保整个过程是安全的 那从数据安全方面来说 我们其实用了三副本 快照 备份 清零和加密 那么三副本和快照 大家可能比较 接的比较多 那么整个的用服务器 每封数据呢 从三份 有快照服务 那么有定时的备份 清零呢 意味着就是说 每当这个赤板故障以后 进行下泄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消耻处理 保证呢 不会泄露 用户去 用主去释放以后 我们会把数据完全清零 确保数据呢 只有用户呢 看到其他的 对别的租户来说 是完全隔离 绝密的 那这个加密 底层我们在重组到赤板的时候呢 进行了底层的 应届加密 不相应的方案 以及数据库加密的措施 这个用户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去选择 那整个左边这一块的云洞 下面的这个 就是我们整个云洞防护体系 非常重要的模块了 那么从网络层看 有迪道士防护 和网络流量的接控 这两个方面 我们今天会讲到 迪道士防护 这个模块 主机入侵防护 保累机和双音速认证 这也是我们为客户提供的 安全的防护方法 入侵防护 那其实有 我们有安歧视 也会讲到 保累机和双音速认证 这个是在用户上有提供 保累机 双音速认证呢 这个是我们在 阿里的官网控制台就有 大家可以去 自己去选择开启 外部应用防火墙 也会讲到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WAF的一个产品 帮助我们用户去降低 通过应用层软件 去入侵的风险 外部弱点分析 其实我们也有 我们其实我们整个叫 态势感知 在这课程里面没有包含 大家可以去 网站的去查看 态势感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 数据库防火墙和数据审计 那其实是植入到我们的 RDS产品里面的 整个的防火墙 攻击 当然外面也会有DDoS 防护 防信号注入 WAF 数据库审计 就是我们每次 对数据库的操作 都有非常完整的数字 那用户可以 用这个运动呢 去加强管理 其实运动在不光是给客户使用 我们阿利用内部 也会通过运动 来一起保护我们 整个永绩计算的安全 它是一个工具 用户在使用 阿利用也在使用 这就是整个 阿利用的安全体系的一个介绍 从各个维度 安全体系 技术 加上安全用营管理 横向加纵向 最后呢 确保我们的永绩计算 是比较安全可靠的 那么下来看一下 这个运动 整个的 大的框架是什么 我们说十年工房一朝成动 就是运动的发展 并不是说昨天或者今天才开发出来的 那其实也不是阿利用成立的时候才开发的 那其实在阿利用成立之前 十年企业就是在淘宝和支付宝 已经在使用 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那最开始保护集团的安全 后来我们有了用计算 开始保护客户的安全 那么整个分两个大框 左边是防御 左边是检测 防御其中最重要的是 服务器安全和网络安全 最顶上这三个方框 安齐市 提到是高防IP和外部应用防火墙 这个我们这么基础课都会讲到 非常重量级的安全的防护工具 也是非常基础 那么再往下指业务安全 反欺诈和绿网 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去参考 分档数据安全 我们也提供加密服务和证书服务 就是帮助客户将数据 重处和传输进行加密 安全服务 我们有S和S服务 那么现在应该叫安全专家服务 那其实也是说帮助客户 能够在事前分析决策 优化安全架构 事后做旧的一个服务 技术加人工移动安全 那么其实解决 我们现在移动APP 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的 一些安全问题 解册 那这个是 是说我们在已经做了很多的防护 预防分析的基础之上 如果还不够的话 我们再可以关注安全的情报 我们有先知计划 就是在利用我们广大的排帽子 就是说其实有黑客的基础 但是它不干坏事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 拥挤的客户去发现风险 然后我们设定一定的奖励计划 然后奖励这些白帽子 建立安全生态 共同维护互联网的安全 这样一个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里面的很多白帽子 都是经过阿里巴巴认证的 能够去比较比较可信的一些 一些具备黑客技术的白帽子 能够帮大家去提前发现问题 提出安全修复的建议 态势感知是整个综合 我们所有的这个安全的产品 然后呢出现一些大屏的一些报告 然后呢帮助客户分析 我们这个系统到底安不安全 如果不安全 那么到底哪有问题 从哪个方面去应该防护 会给出一些综合的建议 机会会给大家提醒 我们整个的安全行业 发生哪些重大的漏洞和 和情报 会在屏幕上有展现 这个在官网空间都可以看到 免费开启的 这些属于高级的产品 这可能里面没有介绍到 但是大概大家可以体积了解一下 那这个右下角 这个叫熔市场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阿里有做的产品再多 那其实也不可能 涵盖所有的风险的防护 那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引入整个互联网生态里面的 有很多的做安全的厂商 很多的好的产品 引进来 一起提供好的解决方案 把安全生态做好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登陆到 Market 阿里用的com 上去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安全的解决方案 当然除了安全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 我们整个是一个 软件的买方和卖方的一个市场 其中安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厂商 已经加入 这就是整个的云洞的一个 概要的一个介绍 后续我们会讲解 一些具体模块的功能 好 这就是本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观看